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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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現在不會是同一個公司吧 蛤? 是同一個公司嗎? 不同公司啊 那時候是之前那個 做日本留學跟補習班的那個 對啊我想說 應該不同公司 看底下不是說 日本的房子現在可以投資嗎 有聽說但是 網路上也有廣告啊 對啊 新義東京這樣 那也是很貴啊 我覺得不會踩到南區 而且日本的房子 我覺得是漲不快 要漲但是漲不快 因為我那時候去玩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房子好便宜喔 可是這樣房子都 不大啦 說實話 對啊都很小啊 我去我都覺得有點 就像那個 走道就這樣窄窄的這樣子 天花板也很低啊 座椅都很小啊 空間都很小啊 對啊我就覺得有點捏手捏腳的 人本人這麼多 一億三千萬 前方一百米有一個極轉彎喔 多幾 什麼多幾 有多幾 喔這個嗎 對幾轉彎 沒有剛剛雜到幾啊 剛剛雜到還彎比較大 但其實現在的人喔 大概有六七成的人 都覺得錢夠花就好了 對啊 像我現在 我之前的 我現在的薪資是 之前薪資的三分之二而已 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 我希望 可以給自己的時間多一點啊 嗯 啊我現在就住家裡嘛 啊住家裡就是 你還是可以省蠻多錢的啊 那你不用給家裡錢喔 現在不用 我還 之前要啊 我是說為什麼不用 現在不用 因為我 薪水少了三分之一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鬼道理啊 沒有啦因為 因為 主要就是要 他們希望我先把那個 房貸都先繳一繳 因為他們也在繳啊 然後又幫我 他們也在繳 然後我弟 啊我弟 也 幫我弟買一棟 然後他自己在繳這樣子 所以就是持續一直有 新的房子要繳就對了 啊我弟那一個是在那個 市政府站那個 你知道市政府站嗎 為什麼 你替的房貸要你爸媽繳喔 他自己繳啊 他自己繳啊 那你說你爸媽 他們他們有哪有任何的收入 就會先把錢丟進我們 我們家人的房貸 任何一個人都一樣 我們家人的房子 都不喜歡